今年是不是暖冬呢 北海道看起来还是秋天的模样 虽然高海拔的山区已经开始零星的有降雪了 可是平地则还是没有丝毫的雪训 一直到现在渣黄的温度都还有17度左右 好 再来要看到的是一个疾病的状况 这是在非洲 非洲最为担心的就是伊波拉病毒 因为不同个国家轮流爆发 最新爆出疫情的是在刚果的民主共和党